最新的现场连线要带您看 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 他不选戏指区立委了 难不成真的是要出来选总统吗 来听他怎么回应 那我的答案就还是一样 因为我没有参与整个党中央的运作 因此他们针对不同的公职候选人 在订定提名办法的时候 我真的不是很了解进度 就这个部分是不是麻烦各位可以去 去询问不管是主席秘书长还是 是党的发言人 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蛮多次的 就是对我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一方面是在国会的职务 必须要把它做完 另外一方面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是台湾的下一步 我希望说目前台湾所面临的困难 很多在四年以前就已经承诺的改革 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完成 那能够在最后一个会期的时候加速的 那赶快把四年以前 跟选民所开出来的支票 所做出的承诺能够履行 那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因为您昨天脸书上有说毫无所惜 那从昨天发完之后到现在 是否有党中央的人跟您有任何的讨论 没有 那因为其实昨天也有像是萧欣盛 他有提到说根本没有经过决策会 那他认为说这样子可能对党的困结不是很好 我说过就是我没有参与党部的运作 那所以我的答案就是毫无所惜 那至于说党部他们内部的人 大家在决策会议上面要怎么讨论 我想我就尊重决策委员会 他们的讨论 就在点书上面 那假如不是很好听说如果要推你出来 哇他们就唾弃时代力量 那这个你怎么看 我想对于绿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他们要说什么话我都没有意见 请问您第一时间听到您是这个实力要推总统的优先人员 你感觉如何 我老实讲 就是昨天晚上 很忙 那很忙的理由是 好针对时代力量到底有没有可能打算征招 广播昌来选总统呢 好他是回应说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 而且呢他没有参与党中央的运作 所以也没有讨论过这样的事情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把国会职务先做完 但是也留下伏笔 说他很关心台湾的下一步